请看公民课本第十二页 写着有关于我们要遵守的礼仪跟道德规范 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部分 是谁啊 是谁的哪儿啊 是小梅子啦 又是小梅子 上课时间怎么可以偷吃便当呢 快去罚站 因为我饿得输不了了 我知道错了 不管肚子有多饿 也不能在上课时间吃便当 快去后面罚站 是 哎呦妈 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呢 而且还买了蛋糕过来 我回来了 孩子们快来打招呼啊 奶奶来看你们了 哎呀我的宝贝孙子们都长这么大了 奶奶来看我们 啊吃太饱了真的一口也吃不下了 我也好饱哦 我也是我也是 妈妈可以吃奶奶买来的蛋糕了吗 你们三个真的吃完了吗 当然了 哇是我最喜欢的草莓蛋糕耶 有好多鲜奶油 我的孙子孙女们 你们拿这个蛋糕做什么呢 当然是想要吃啊 饭都还没吃完就想吃蛋糕 这样是不对的 我已经吃完饭了 我也是 让我来看看啊 我先来看看小梅子剩下多少饭粒吧 一二三四 我的天啊这么多呀 这样你还敢说你吃完了 那是 像这种坏习惯啊 一定要尽快地改过来才可以 蛋糕是把饭吃干净以后才能吃的甜点 知道了吗 是 你们快点先过来把饭吃干净 吃完之后再去吃蛋糕吧 小梅子 妈妈平时说过很多次要把饭吃干净了吧 不要 我现在就是很想吃蛋糕 你这样耍赖会被修理哦 哼 我要不要把饭吃干净 那都是我的自由 好 你真的要被奶奶修理 才要乖乖听话吗 小梅子你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吗 被我奶奶害的脸上都要长皱纹了 为什么 不管我做什么奶奶只要一看到我就开始唠叨 可是小梅子你这样挑食等你回家又要挨骂了 明智 明智你今天的饭是热狗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热狗了 好啊 你要跟我一起吃吗 你可可你明智你可还是我的好朋友 我回来了 不是说不要丢便当盒吗 哎呦她又把黑豆剩下来了 怎么了 好了媳妇 小梅子太挑食了我真的很担心 只要是不喜欢吃的都挑起来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妈 我帮你加油 好 你们三个 还不把电视关掉 为什么 她是最近最受欢迎的歌手 那个 明明就是深陷地狱之火的人求救的画面 如果你们继续盯着电视看 等你们长大以后也会掉入地狱之火的 超级机器人 K 不可以 这简直跟恶魔之脚没有两样 我要把你们从邪恶暴力中拯救出来 奶奶你们做什么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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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已经堕落了 寻找故乡的声音 这个声音是会在群罗南道球里面的一种山泉水的 没错 就是这个 你们听 这是多么神奇又美妙的声音 我的宝贝孙子们 啊 银身 继续开 奶奶 啊 奶奶不是要你们安静的冥想吗 可是 小梅子 快点把电视关掉 要听大人的话才是乖小孩 接触升级的升潘吧 继续K 快 看来我终于遇到真正的对手了 没想到让我使出最终手段的对象是我的孙女 你知道错了吗 啊 快点放开我 奶奶只要看到小孩子有一堆坏习惯 绝对不能当做没看到 没想到束缚带还有这种用处啊 你以为那样束缚带就可以解开吗 小梅子 你给我站住 还不要 拜托奶奶给我自由好不好 你给我站住 躲到哪去了 稍后 小梅子 奶奶知道错了 你快点回家吧 不要 我再也不要回家了 家里有爸爸妈妈等你 你为什么不要回家呢 因为奶奶的关系 我不会想回家 小梅子 你就这么讨厌奶奶吗 讨厌 我希望以后再也不要看到奶奶 小梅子 奶奶不知道有多爱小梅子呢 好的妈 很晚的 您去休息吧 不用啦 我没关系 您先去睡吧 还有妈 妈妈 奶奶呢 奶奶刚才跟你爸爸去熟儿火车站呢 火车站 这么说奶奶回去了吗 呀呼 自然了 难道你就这么希望奶奶回去吗 当然了 我可以不用把饭吃完也可以看电视了 奶奶会对你那么恩格 是因为奶奶这么多年来 在礼仪馆担任射尖老师的关系 奶奶以前是礼仪馆的射尖老师 是啊 奶奶只是外表看起来很严肃 其实啊 奶奶真的很疼你耶 不会吧 对你好的都不记得 骂你一次就会记一辈子 小梅子出生的时候 第一个来到医院 说你是漂亮的小公主抱着你跳舞的人 就是奶奶 奶奶抱着我跳舞 奶奶只是不太会表达心理的想法 你才会觉得难以亲近 其实奶奶真的很疼你 昨天晚上奶奶也为了照顾你 一整晚都没有睡觉 直到你退烧才回去 你不能这样说奶奶 照顾我的人不是妈妈吗 我干嘛照顾你啊 我也要睡觉耶 我吃饱了 奶奶不知道有多爱笑梅子呢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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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